大家好 我是阅读人郑俊的 在故事接约所 让我们解本好书 探索自己阅读世界 我们以前人们总说 那个结婚对象或者求学目标 要以三思为方向 分别是医师律师会计师 不过当我们年纪稍长 离学校越来越远 才发现成为三思的机会 真的越来越渺茫 不过庆幸的是 我们可以偷师这些大律师的思维 来让这些思维帮助我们解决人生卡关时 我们透过这些履性逻辑工具来进行解答 好那今天要跟你分享这本书 书名是 像律师一样思考 这本书的作者是柯林希尔 他是电脑科学学士 公共管理学硕士 在担任数学老师期间 还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 哇真的很忙 之后在全美第九大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 就读法学院期间 他还获得了全美黑人法律学生协会 颁发的最杰出学生奖 可是听到这么多头衔 他成长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 他成长于纽约布鲁克林的低收入户家庭 同时他家还是单亲 可是却遭遇了转型教育的机会 好那改变他人生 只能后来体验到 我要消弭教育不平等 它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在求学期间 他发现商学院以及法学院的内容 虽然不同 可是架构都有一样的思考训练方针 以及法律诉讼的实务经验之后 此他后来成为批判性思考专家 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个父亲 他领悟了 只有让学生在质疑世界 应有面包时 具备足够的工具 这个教育才能够足以完整 后来他创立一个教育组织叫FINRO 发展以深入深究 问题为基础的教学策略 帮助教育工作者 缩小批判性思考的教学落差 也让更多人能够把这样批判性思考 纳入教学当中 我们都知道现在108课纲 从过去的学知识 转向学素养 过去旧式的考试教育 其实如果要持续用 已经过时 现在更强调学生能够主动发展 思辨能力 跨领域运用的技能 而这些要求核心 都是以批判性思考为核心 同时批判性思考 还能够让学生有动力 并且有能力去发现探索 操作自己有兴趣的事物 不过在现实的学校教学当中 依然是要花很大心力 努力缩小的是学生成绩 差距为目标 很难顾及这个基本素养教育 而现在更多是知优教育着重 这个着重也在于超前学习 而不是激发学生潜能 所以有感于此 作者也提出了批判性思考教育的方针 他提到批判性思考的可行定义 有四个要素 分别是哪些呢 第一个 我们需要有技能的组合能力 第二个 我们要学会我们需要学习的方向 以及东西 第三个 要能够解决跨领域的问题 那第四个 这个基本精神是做正确的事 而非只拥有正确知识 所有人都认知到批判性思考的重要性 以及迫切性 只是很多时候学生学不到 老师也没有时间教 甚至也不知道怎么教 而更大隐患的是 教育改革常常无意间扩大了 城乡以及阶级的差距 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希尔 他本身是诉讼律师 在小时候甚至是学校头痛的顽劣学生 和凭借着他资质 以及中低收入家庭小孩的 求生存的街头智慧 在后续的转型教育 以及法学院当中 他大放异惨 他以自己在求学历程 以及长期参与第一线弱势学生的 教育现场经验出发 体认到批判性思考 使任何背景 任何学校学生 都能够学习的技巧 并发现这些过去的 法律判例 还有律师的思维模型 是培养批判性思考的极佳工具 因为在过程 无同判案一样 且涉及青少年格外敏感的不公不义 学生都很踊跃地动脑举手 并且提出自己的主张 博大众也认为出庭律师所做的事 与他们实际做的事不太一样 无论我们想的是刑事或民事的律师 我们在电视或电影上看到的律师形象 都是不断地在法庭上提出论证 咨询证人以及发表充满失忆的开场陈述 以及中场陈述 但在现实生活中 所有的刑事或民事案件 绝大多数的时间都花在调查 以及证据的开示上面 所以身为一个教育工作者 当我们思考那些必须帮助学生 培养的批判性思考技能时 我们要提出好的问题 这还不足够 还必须要确保孩子自己 学生自己也能够提出好问题 所以学生需要能够建立研究本能 在他们大脑不断的引导他们去思索 有一些思索性问题 批判性问题 包括我该从哪里着手 我已经知道哪些事情 我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怎么知道这是对的呢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还需要知道什么 好这些都是很棒的批判性思考的问题 好我们下面用一个书中案例来分享 书中一个法律案例是有一个老妇人 她去麦当劳得来树 盯着热咖啡烫伤 而决定状告麦当劳的案例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她的孙子克里斯带着79岁的祖母 史黛拉去麦当劳买了一杯咖啡 那克里斯则负责开车 他们负了49美分买了一杯咖啡 然后克里斯开车前进 把车停在路边 这时候车已经完全停止了 好那这时候祖母 可以把奶金和糖加进咖啡里面 所以紧接那祖母把咖啡打开的时候 没想到咖啡竟然撒在自己的膝盖上面 紧接导致三度烫伤 于是呢 这个祖母史黛拉决定要起诉麦当劳 这是故事的大致发生事件 好那当学生听完这故事 多数人反射性会认为 哎这祖母是奥克 透过法律的滥数 要用法律来赚钱 可是当孩子开始练习 扩大寻找证人证物时 好那开始了翻天地覆的思考革命 包括要收集哪些证人的论点 甚至还要确认这个证人是否有偏见 也包括客观资讯在哪里 包括了热咖啡的温度有多高 以及包括这个老妇人 有没有帕金生死症手会抖啊 甚至还要衡量这判决 对社会影响有哪些层面 好那经过这么多讨论之后 学生最后恍然大悟 开始理解为什么法院判决 麦当劳要付高额赔偿金 还更认识在这些是非对错的深层逻辑 而这一点在我们当代生活当中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故事的细节留待你 透过阅读 哇当你读的时候你真会拍案叫绝啊 觉得这个是太精彩的案例了 而随着这些重要案例 搭配书中所引导的批判性思维工具 这叫做DRAAWC的系统性六步骤 来进行思维 那第一个D呢 是决定谁应该胜诉 而第二个则是透过规则法律 找到对应的案例来了解 那第三个则是确认原告提出的论证 第四个提出被告的论证去了解 那第五个则是透过世界眼光了解整个大局 以及包括你现在所做的决定 对世界哪一个会更有益处 那第六个则是结论了 重新改写你的结论 一开始你的论点可能认为 是A有错或B有错 可是最后结论会引导你做出最后决定 所以当学生接受这本书的思维 像律师一样思考训练之后 就能够逐步理解律师的思考方式 并且一步步跳脱框架 从多个角度 火稀事实习惯 以提问去取得自己需要的资讯 并且提出不同主张找到办法 而这些证据也能够支持这些主张 所以这本书就是很棒的批判训练的工具教学书 像律师一样思考 让学生提升成绩表现与学习动机 让老师获得跨学科统整技能 关键都是批判性思考 can de 等等 我今天看到学习本土最大 查询了 最后我觉得重 Snoop